首先为大家介绍 穴道导引中的好睡操 又称赖床操 躺着是我们全身最容易放松的姿势 让我们每天就利用早起睡前的时间 躺在床上全身最放松的时刻 来提升我们每一个穴道的力度 不只放松了我们的身体 还有打开身上所有的纠结 不管是在传统医学里面讲的 热结 血结 气结 寒结 我们先来看所谓的热脉宫 热脉的位置呢 就在我们的消化系统到生殖系统 这条身体的前方的中心线 那跟消化系统相关的 比方说你有胃口不好的问题 消化不良的问题 跟生殖系统相关的 比方说越式不调 赤白带等等 做热脉宫都能带来很大的好处 好 我们现在看热脉宫的相关穴道是什么 驱骨 观园 神雀 中管 纠尾 我们现在进入热脉宫的示范 我们就来介绍热脉宫相关的五个穴道 我们要怎么样找到它 第一个是驱骨穴 驱骨穴呢就是在持骨的上方 在每个人的生殖器的上面有个硬硬的骨头 就是持骨 往上走的凹陷呢 那就是驱骨穴了 好 这是第一个穴道 我们麻烦做一下收紧跟放松 低中高 高中低 我们现在要进入正式的阵脉宫 好 我们现在请俊雅做一个连续的动作 来做示范 驱骨 观园 神雀 中管 纠尾 123456 放松 周围 中管 神雀 观园 居骨 这就是一次的热脉宫 一共要做五次 同学可以躺下来试试哦